嘿,大家好,歡迎回到MarkTV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你眼前這一部 這一個,這個LEGO 我不知道叫什麼,反正是一部工程車 那它,上面的人很可愛 就這樣,那它的前面 它的前面能夠 然後,給各位看清楚一點 這裡,然後這樣彎 前面這裡也能,這邊 這邊似乎被固定住,可以,可以轉動 這裡可以,前面的地方可以轉動 前面的地方可以轉動 然後呢 我通常把它熬到 跟地板平行的地方 因為 跟地板平行的地方 比較能夠 弄到一些東西 能夠 撈到東西 例如說 將一顆電池放在前面 也許它這樣推不起來 然後夾裝有東西 夾裝有東西到前面 就是我的手 這樣 把我的手放在前面 它能夠 之後弄起來怎麼樣呢 弄起來怎麼樣呢 就是 這樣 舉起來 喔 重量比它還重 就是這樣啦 這樣子 就是 所謂 我想要改行 像一些LEGO的一些人物 原因就是因為它的影片的時間比較短 而且比較好拍 而Transformer之後呢 會有一些 因為剛開始有一些試播的 是用手機的攝影機攝影的 所以看得很不清楚 所以現在擁有 擁有 你現在看到 看到螢幕 的 用這個 攝影 照相機的攝影功能 攝影 比較 比較看得清楚 那你 那 之後會有一些 那些 四播的 四播的影片 重新介紹 那請各位能夠 繼續的支持一下 那它的 這台車子的後面呢 這台車子的後面有 這樣子的燈 紅色的 後面有一個架子 可以放它的 啊 這個斧頭呢 是我自己加進去的 這個斧頭 是我自己加進去 原本它是這樣的 那但是斧頭是撿到的 我也不知道這個斧頭 能幹嘛 所以就想說 跟它放在一起 也許 像它 工作一些動作的時候 可以拿著 去使用 前面的方向盤 前面的方向盤 能夠轉動 不錯的設計 除此之外 它的輪子在桌上移動的時候 不會有什麼聲音 好 它跟 Optimus Leader Class Optimus Prime 一樣 是橡膠製的輪胎 上面的人可以拔下來 拔掉了 好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上面的人呢 它帶著一個紅色的安全帽 服裝呢 自然而然就是 工作的人所穿的服裝 那 這台是它的工程車 一個推土機的形式 在台灣沒有看過這樣的推土機 在美國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我沒有出國過 因為我沒有出國過 那 讓它 好好 穩 穩穩的坐在這個椅子上 之後呢 這個玩具就沒有什麼可以介紹的地方了 有 想到 這邊 這個地方 以及 另外一邊 這個地方 是個排氣孔 這裡也有一個排氣孔 Lego Player 有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名字 Lego Player 那 我們也來看一下它的 高度 以及 長度 吧 我們請到 Optimus Prime Leggen Class WOW Optimus比它還要高耶 如果不計算上面 上面這一個 鏟子的話 Optimus是比它高了足足一截 我 把攝影機固定一下 那如果說 用 可樂罐 的話呢 不用比了 可樂罐足足比它高了兩倍的高度 這樣子的玩具是比較矮 Lego的這個玩具是比較矮 如果用最原本四波的四波的時候用的 立可白先生 也許身高跟它差不多 但是它比例也是跟Optimus Prime Leggen Class一樣 我終於知道 Optimus 這個Optimus的名詞 就是它的版本 是Leggen Class 所以 就是基於 因為知道它的版本 叫做Leggen Class 以及 Starscream 抱歉 抱歉 就是 這樣子 Starscream 這樣子的版本 就是Leggen Class 基於這些 知道的新的知識 所以想要 重新介紹一番 那 這就是 這一集的 MARCTV MARCTV